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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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議題我覺得 看完之後覺得蠻慘的東西 今天會弄得嚴重 因為我都沒有意識到 我在2004年出國的時候 同樣一年 從澳洲回來 我呼吸到還是不好 回來只有一個禮拜 就剩一場大便 呼吸到幾瓶 過敏 驅罵著 哇 然後又回了一個禮拜 就回到莫本去 去那邊 吃藥不到兩天勝利都好 我那時候在醫師到說 台灣的東西我都很重 然後 回國之後 去年 然後是因為澳洲那個 在台北的那個經濟 他們那邊排過來 也是狀況 也會請我們澳洲認識的一些學者 在那邊吃飯 他就跟我們說 奇怪 澳洲常常送你台灣的那個 無尾手和帶手 我為什麼常常會死掉 沒有跟我們說 然後那個官員 就說台灣空氣真的太不好 他怕開玩笑 我也不曉得真的是假的 然後 我就突然覺得說 那我想我在澳洲那個 六七年時間 在那邊看人家怎麼在做環保 我覺得是蠻感慨的 他們 他們 我從歷史上 研究一下他們的歷史 他們從1991年開始 2001年 這四年中間 他們一直 每年幾乎都提出一個 整個環保 空氣未來的這個政策 但是這個不是很和平的 他們就是有工黨和自由黨 中間還有綠黨 還有其他聯盟 他們是選舉 每次的不管是地方或中央或聯邦選舉 都是為了這個環保議題 在鬥 除了以國際上 有些大的一些變化在變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環保議題 最重要的 會不會議題中間最重要的 就是空氣無欄 像最近他們 涵島有一個碳排放稅務 哇這個對導 引起很大的那個 那個 澳洲的震撼 所以工黨沒有準備好 所以這次變成自由黨 自由黨商 為什麼這碳排放的議題 對他們那麼嚴重 因為他們把 認為說他們有一個空氣無欄的標準品質在那裡 我沒有確確的數據 但是我們可以從澳洲政府上去找 他們那個叫做環保與資產 不 他們成熟比較高 他們有一個未分的標準在那裡 然後 他們因為這個碳排放要抽稅 所以很多產業都沒有辦法在澳洲生存 變成說它會造成大量的這種 所謂的 因為他們澳洲已經是一個 已開發國家 所以像台灣的石化工業在澳洲幾乎找不到 他們都移到2001年 應該就是說應該是1999 1999年之前 全部都移到大陸去 東南兩國家 他們最靠近那個東南兩地區 他們都移過去了 所以他們留下來就是高科技的組裝業 像波音公司 美國波音公司 我也在海外最大的廠 設廠 就是在澳洲墨本 我參觀過一次 非常大 他們不是在設 他們不是在做一些高露燈的東西 是高科技的組裝 然後換了一個彗星的雷達 也都在那邊 但是他們還是有排放一些廢棄的問題 所以他們這個碳排放稅 就要給他們磕水 磕得很重 結果沒辦法 你要嘛就留下來 不然就看這些地方去 最後 因為波音公司跟澳洲政府的開放稅沒有談好 是美國政府出面 他把美國政府補助波音公司 繼續在澳洲 其實是美國政府替波音公司在澳洲 補稅補給他們的澳洲政府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要承諾一下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國際之間的關係 這也我不講 但他們這個 我就直接想說 為什麼澳洲這個國家 他們對他們的這個空氣品質 非常的重視 從澳洲我們站站可以看到 他們是連結到健康這個領域上去 健康跟空氣物量是正相關的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啊 所以看排放稅 所以脫了一個稅之後 部分是轉到醫學的研究上面 他們是非常有理想化的 我脫了一個稅 因為你污染太多了 脫了一個稅 那醫療研究 各種研究的事情 可以從這個稅下去 下去做個分配 再來 為了防止太多的污染 他們公共建設 像摸本 我覺得它非常好 因為就是說 你看不到公車 全部都是路上輕軌電車 如果有機會去摸本 可以看看 學習人家他們的為什麼環保會做得那麼好 第一個 重工業 重污染 連機車都沒有 他們的電車 就輕軌電車 如果從家裡思維中心的話 是可以擴到家裡線 是不一定先那麼廣 他們分成 Rone One、Rone Two 兩個區域 當票價不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可以坐很遠 所以省掉了很多些空污的問題 他們是這樣說 但是這是進步革命的 這個環保議題不是說 他們想知道怎麼做怎麼做 從1990年代開始到2000年這中間 會經過了很多的一個鬥爭 黨內 他們黨 只有黨、工黨這種鬥爭 還有他們的產業經濟發展 一些意義團 一些在那邊的步驟 但最後是 我發現他們的好處是說 他們政府替人民著想 站在人民這一邊 因為健康問題 就影響到剛才醫師所說的 影響到如果健康不好的話 那勞工的死亡率太高 是不是影響產業問題 這個是正相關的啊 所以 最後的政府 應該是工黨 工黨貢獻比較大 工黨就把這些 工黨就認為說 這個議題必須要全民來 全民來著想 所以他們主力推動 推動到現在 所以它變成一個既定的 一個環保 防止控制物的模式 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澳洲是個典範 他們這時候有力 是因為正代都在做 又不是有 我們小小的公民問題 在那邊 在那邊呼籲說怎麼樣 那再去像這個醫師說到 我們的資訊落差太大 澳洲對這種環保 是落實在大學教育裡面 像我在那邊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以前讀什麼 公共政策 公共關係什麼的 誰去影響到所謂的環保政策 他們有環保政策這門課 而且每個人都要去上課就需要 去瞭解說 澳洲的現在環保是什麼 那種政策怎麼走向 對不對 那也教得很深 因為這門課是所謂的 人文科學 人文科學 和自然科學都一起要上課 這自然環保 或者環保政策 環保政策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必須還要做的話 必須如果再教育 但不只在大學裡面教育 他們連 他們的Scandry School 就是所謂的國高中這個階段 也是推廣很深 所以我覺得是他們上面 下面的帶頭做 下面也願意從交流來著手 所以才造成現在一個 所謂的多分不好的民視 我覺得外國的一些經驗 都可以讓我們來 來學習 來配起來 來判斷 而且這條路 我從他們的歷史看來 不是簡單的 也是有在我們政黨上的一個鬥爭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如果 正動帶頭做的話 我們從明顯開始 我們慢慢把這個觀念帶起來 因為這畢竟是影響到台灣 一些人 大部分的健康問題 當然 說到所謂的經濟或產業轉型 這個 這個還是要政府 看要怎麼做 不是跟對岸看怎麼談 因為 台灣目前在WTO裡面 已經把自己定位成一個 已開發的國家 問題是 跟其他國家 已開發的國家的話 這種高烏軟的產業 應該在台灣的經內才對 所以我不曉得說 台灣為什麼 還沒有 這個實話問題都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把自己定位成一個 已開發的國家 這個也是台灣自己要去思考的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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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utz一大 我們在 還有一個 我們剛才 有一個 民意代表 蔡宏傑蔡議員 他在這方面有什麼結界 不,他在說多久 不,你先說,我講幾句,我講幾句 好,來,我講幾句 空姬夫人這個問題 包括我們在衛陽 像衛陽的黑色高以青的鮮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比如說,解剖經濟發展的迷書 揭發自由貿易的陷阱 揭發自由貿易的陷阱 重新探討另外一種政治或經濟生活的能源 讓人民的聲音翻略或政府的高牆 讓高牆內的政府官員能夠聽到 這就是衛陽的先年裡面 黑色高以青的 人現在一直在追求經濟發展 經濟一直要成長 疫情的出面無法供應 所以經濟一直要追求成長 因為資本主義的存在 資本主義沒有浪費資本主義 所以沒有辦法存在 連天我們鑄造太多的裂子的產品 鑄造,因為裂子的產品不堪耐用 一直在變成啰嗦 連啰嗦又造成汙染 不堪耐用 再一直在興奮 可是我剛才前面的 這位醫師有講過 除外所曾經講過 人類很難被刺到自己在創造魔鬼 這就是我們最要求的反省 空氣體是什麼 PMS 台康是去經濟發展 我是正常被議員在講 PM2.5 不單是經濟發展 也可能經濟發展 毛細工進行 PM2.5 入侵我們人體 非常厲害 所以他已經走前 我們匯癌死亡率 曾經有兩人 包機加益術匯癌死亡率 包機比例 每年 改天空氣汙染 這麼順利 以及防守 前台灣的防守 我們 這個境外 境外 境外 境外部分 他們包括在中國國內 有 那個線數進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 造個高牆 把它扛起來 這就是 中央政府的 這個境界 這個 空氣 控制 但是我們家裡 家裡的問題 最好 是我們家裡 會造成這個防守 空氣負擔最嚴重的防守 我們家裡是 60平方公里 人口密 非常的熟密 但是裡面使用交通工具 高通工具 這個是長期 政府之間 無意中誘導人民使用政府 還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行為 還有製造模擬所有廠商 以前我們 我們差不多30公里 人家裡 人家裡 在中央 那就是國青菜 大門 我們就要套 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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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所製造出來的空氣 因為 汽車的燃燒 其實還差 所以它離留下來的空氣 污染 汽車造成的廢氣還嚴重 這就是我們 在不經意之中造成的 民主 在台語齊 一些小公公公具的習慣 這個習慣 你變成了以後 你要交代 很困難 這都要廢室放進來 很久的時間 第二點 政府單位 政府單位一向不重輸 騎腳踏車人 有路線 走路 有路線 我們在台語齊 對騎腳踏車到進去 對走路的人 非常不友善 非常非常不友善 讓人非常痛恶 你一條 你找一條說 人行道的 可以說給我走的 叫私事 暢通無事 幾乎沒有一條 因為有更多人的地方 如果有更多人 就像四千多人 有更多人一條 在市區內 因為幾乎沒有一條人行道 中山都行 我現在沒辦法走 出負難行 走路的人 他常常走在搬車道 才沒有騎騎車 整道 都有危險性 無疑中 就叫市民 你就不要騎 這個長期的受害就是我 我正常騎腳踏車 這個腳踏車 我不知道要騎腳踏車 要騎腳踏車 不知道要騎腳踏車 不知道要考慮 好 說到我 待會兒我計算一下 我剛剛說 我要騎腳踏車 最後才有意 因為這不是 他騎腳踏車 是要騎腳踏車 你做發貨 應該是騎腳踏 應該是 什麼 有利 右掃的能力 使用腳踏車 還是這樣 因為 有一個 這個距離的形象 我們哪個印象 使用交通界的印象 一公里兩公里 怎麼覺得很高 但是你如果走一天 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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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我 走一天 一天 迫使人民的 氣宜的障礙 走一天 走一天 他就會 使用它最嚴死的 雙空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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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家裡 他在 他實現當中 有一個 過年 的市場 騎腳 用車 這個事實 但是 我們 市政府的交通 交通廚 他又偏愛 汽機車 你又把 大量使用汽機車 違反 這間 市政府的思考模式 非常有問題 因為像在法國 跟多國邊界 有些 史特拉斯法 大家對這些 事情 有警察線 如果在史特拉斯法 198 900 當時 早後起庇 如果 可能 要把汽車送船 斷頭台 他對這個 汽機車所造成的 空氣污染 他 有非常深切的 訓練 也做到他 對於空氣停車造成 危害 我們自己是 不知不覺 說 兩車 滑風 外線路 移進來 其實我們自己是 自己製造的 非常非常多 一個小小就是平安公民 裡面 每天有十萬輛的汽機車 包括 機車進 車最多 多少 汽車到四個月 每天才會動 每一段汽機車都 帶著一個煙蟲 在那邊 出燥廢氣 因為 地方寫 住 大的地方 還密集 空氣 流動沒有發展 立刻吸收 或是把這些空氣吹走 所以 停留在 台積的時間 比較久 比較久了 就造成 台積的 所以 台積的 空氣 也有 所以 台積的 前兩三年 最後 高級 嘉義室 市民 十萬一 第一名 聯繫 這就是 我們 政府管理 去思考 台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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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鴻人 小鴻人 都對鴻人 非常不友善 他靠 已經是個小鴻人 其實 嘉義室 小鴻人 不接浪人 我的第一集 我告訴你 你接浪人 你帶我去欣賞欣賞 看看什麼地方 你帶我去 我走遍了很多地方 嘉義室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 都流民 你帶我來感受 對 感受他的魅力 魅力助流 魅力嘉義 魅力在哪裏 我還給他那美的地方 我來感受 魅力一下 我們在所有的工夫 有一點 比較好的順土 我來感受一下 所以這個 空氣品 是這個 我們要盡量 我們境外的意思 我們沒辦法去 我們盡量 我們會用能力所持 不是我們家醫治 經外出 但是我們家醫治 可以做 我們心裡有為 對不對 如果配合交通處 改變人類型的習慣 打亮,像一台,上面開車,中五,車上 整個都是機車,市民後面前面 泡一台,頭後面一台,後面一台,後面一台 我放飛機給你吸,你放進飛機,給你第三台 就把機器進去,空氣進去,這個是什麼 一般人都把車出來拿出來 我只騎車出來,你去坐下來 我受害死,我受害死 我感受不幸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 家醫宿境外移住的,我們沒有到去 留守作為,還是室內 我們相關其處,要去生活的改變 室內的生活,用力的習慣 我們在廢業的先年,大家好好去幫忙 給我們結構、經濟成長的核數 揭和自由貿易的陷阱 了解一下,別讓我看看,我了解一下 謝謝大家 好,我願意歡迎 我願意歡迎 鄧公先生 我願意歡迎 我們來迎接 我來請 我來請 謝謝 謝謝 謝謝